家庭体验不怎么犹豫确实是了 然后就是自己练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天天训练还要兼职呀 然后下班呀 晚上就会去卖卖酒呀 中点那个生活费呀干嘛的 来补贴一下 一天工作大概三四个小时吧 送的比较多嘛 大概有几千次了吧 一马上送个二十单吧 只要我没有拿到这个金腰带 我就会一直会坚持这种生活 打拳五六个小时嘛 挺辛苦的 但是辛苦也挺快乐的 这次有看到的视频 他也是属于那种风格比较硬的 像坦克式的 就是往前面压迫式的打法嘛 我也是这种打法的人 我就喜欢这样的对手 这次安排的战术就是 把游走啊 尽量就是KO他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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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